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晚上朱运喝多了酒 多吃了几片药 导致血压过低晕厥 还好没有到洗胃的地步 这些药有严重的副作用 可是它一吃就是三年 你大概不知道它在国外怎么过的 朱运在国外的时候 一直像一个陀螺一样转啊转 它不是不想停下来 它是不敢停下来 有一次它来我这边办事 我非要拉着它出去转一转 它站在海边 我去给它买卷饼 等我回来的时候 它呆呆地站在海边 那一刻 你知道我在它眼睛里看到了什么吗 解脱 我不会让你再一次伤害它吧 上车吧 不了 我自己走 那你小心啊 朱远 对不起 我没那么严重 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 我从小就是这种性格 喜欢跟自己较劲 吃药可以缓解焦虑 你不用那么在意 以前的事情 我也欠你一句对不起 上次你说 你在国外过得很开心 我竟然就信了 我也没仔细想过 你这些年是怎么过的 你还会有负罪感啊 你比我勇敢多了 你比我勇敢多了 躺在医院的时候 我想了很多 想我为什么要留下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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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